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宣布投资3.5亿加元 用于通过慈善机构和非隐匿组织支持弱势加拿大人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基本服务 特鲁多表示在这个困难时期 全国各地的加拿大人继续面临挑战 特别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健康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人 对于许多已经苦苦挣扎的加拿大人来说 现在更加困难了 他们越来越多的向慈善机构和非隐匿组织寻求帮助 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在努力 为所有面临艰难局面的加拿大人提供支持 但是工为危机对脆弱群体的影响更大 造成他们对社区组织更大的需求 为了帮助这些加拿大人 联邦政府将通过紧急社区支持基金 向慈善机构和非隐匿组织提供更多支持 这笔投资将留向有能力快速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组织 支持多种活动 例如增加志愿者杂货和药品送货上门 提供交通服务 例如陪同货为老年人和残障者驾车 扩大提供信息和支持的帮助热线 帮助加拿大入市群体获得政府补助 向志愿者提供培训 用品和其他必须的支持 以便他们继续为应对工为危机做出宝贵的贡献 通过电话 短信 电话会议或互联网联系 用虚拟方式代替面对面一对一的联系和社交聚会 特鲁多表示 虽然危机正在影响所有加拿大人 但有些人更容易受到大流行内影响 今天的公布将进一步帮助最脆弱的加拿大人 并确保组织有他们需要的帮助 加拿大人需要在困难的时刻互相照顾 我们将一起度过这场危机 近期 加拿大工委危机封锁了100多年来 从没关过的每家海关 国际航线大都停飞 无论是非亚洲的还是非欧洲的 基本上大部分航线都已经暂停了 导致加拿大很多航空公司都已经大规模裁员 不过 最近有消息称 加拿大三大航空公司 国际线最快今年6月就要恢复营运 他们分别是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Air Transat和Sunwind Airlines 据悉 这三家公司原本只是暂时停飞 某些目的地的航班一直到5月31日左右 不过 最近有消息称 也有可能一直延续到6月底 如果是这样 本来6月份能回国 可能也要等到7月份了 其实这不仅仅是对留学生 移民等造成了诸多不便 很多航空公司等相关领域 也因为这次危机爆发受了很大的影响 有网友好奇便去了加航的官网去一看究竟 选了6月份的从多伦多回国的航班 显示没有找到该航班信息 建议更改其他日期 或者是选择附近的其他机场 其实就目前来讲 加拿大还是处于建议在外的加拿大人 回到本国来的阶段 全球工委危机对加拿大的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商业被迫缩减或停止运作 雇主和雇员的收入大件 这次危机影响着国家的每一个层面 当中包括正在申请移民的人和家庭 加拿大多项移民申请程序和法律上均列明 移民申请人或担保人必须有财务能力支持其申请 为此 新民主党移民 难民 公民及房屋事务评论员 关慧珍早前去信政府部长 指出疫情令很多人无法正常工作 收入下跌 甚至失业 政府必须了解 不要因此而影响他们的移民申请 关慧珍指出 例如在申请配偶 父母或祖父母团聚的移民申请 申请人是有归限的 诱惑那些透过担保而已经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但规定不能领取社会福利的人 根据移民规则是不能申领政府援助的 关慧珍就上述问题在8日向部长发信 指出既然政府容许拥有公卡的永久居民 和没有公民身份的劳工申请CERB紧急援助金 政府就应该让上述人士 不会因为申领CERB或CEWS紧急薪资补贴 令其移民申请受到不利的影响 移民 难民及公民事务国会秘书 索拉亚·马丁内斯·费拉达 在17日给关慧珍回复 表示申领CERB的人 不会影响其个人移民申请或身份 费拉达特别指出 申请赞助配偶 儿童 父母或祖父母 以及那些透过家庭成员赞助 而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人 都可以申请CERB 而不影响其移民申请或身份 就政府的回复 关慧珍说 移民家庭不用担心因为申请CERB 而影响他们的申请配偶 子女 父母或祖父母的移民申请 而透过担保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人 如果符合条件也可以申领CERB 例如被担保的移民配偶或父母如果在职 却因为疫情而失去工作或大部分工 适可申领CERB而不会影响其永久居民身份 又或令其担保人违反申请条件 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正在申请父母 或祖父母移民的家庭 也不会因为申领CERB 而影响其正在省EP的申请 关慧珍对政府的迅速回应感到满意 她说可以让全国涉及的移民家庭得以安心 不用担忧在危机过后移民申请会被拒绝 诱惑永久居民的身份会被取消 面对百年一遇的卫生危机 全国民众都应该共克时间 目前的全球大流行 让全世界和加拿大的经济都大幅滑坡 原油期货史无前例的跌破零 变成了倒贴前都没人要的东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 今年将是1930年 全球性经济危机大萧条以来最惨的一年 那么加拿大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资本经济学分析机构Capital Economics 加拿大资深经济分析师 Steven Brown指出 预计到7月 加拿大的房价将下跌5% Capital Economics在周一的报告中指出 由于面对此次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困难 一些业主被逼出售 因此加拿大房屋价格到7月 可能会相对温和下跌5% Steven Brown称 4月房地产销售活动将会急剧下降 尽管如此 由于新上市房源的急剧减少 房价仍将有可能保持坚挺 Brown指出 不过由于危机带来的封锁 经济大环境的压力将会给房价带来下行压力 鉴于失业率的急剧上升 以及旅游业限制等因素 导致投资者在短期租赁市场上出现的现金流问题 在未来几个月内 似乎会有一些被迫抛售房产的现象 与此同时 由于愿意购买这些房产的人越来越少 那些被迫出售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出价 因此Capital Economics预测 未来几个月内 家国的平均房价将下跌5%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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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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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